字幕提供 各位五安 2019年10月20日 本來想講星火 但我覺得今晚的直播 講過更好 因為試過很多技術 反而我覺得 這一節可以講一下林兆波 因為夠juicy 當然我直播都會講 林兆波很夠僵 人們說林兆波 手足這麼嚴重 讀中共黨史就知道 林兆波如果不是英國公民 他應該死了 他的場合是不可以這樣玩的 在中共的政治上 因為他的中共政治 這支中共治胡錦濤以來 就一定有一幕 這樣唱歌 歌唱我的祖國 一定要扮得很開心 因為中央台會直播 中央電視台直播 大家好像很歡慶 在祖國的懷抱裡面 這麼多年 這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 其實 林兆波不是說突然間 你不想拍手嗎 中央電視台的鏡頭 宣了一次 不拍手 他擺明的 他故意翹起雙手 亦都不唱 好了 他宣了另一面 我猜他其實很尷尬 那時候中央台那班 攝影師 因為你不可以不拍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是黨和國家的人 其實 你知道 林鄭月娥的級數 其實就等於 正省級的幹部 其實 正部級的 因為是直轄市 直轄市市長 知道嗎 好了 現在你再追上去 第二次追上去 林兆波也是那個樣子 那就糟了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然後你全中國的人 你 你不要說中國 你香港人看到這個情景 一定問發生了什麼事 喂 是不是 他就會說 為什麼最前頭 有一個人這麼夠僵 唱歌 我的祖國的時候 可以完全不唱 又不唱 可以完全放在雙手 你記住 這個動作是 一個 現在是中共的政治 叫做不和諧陰 你知道 習近平是 純白毛澤東 純白上了腦 那些混蛋 你習近平看回我 大哥 你還不是想殺了他嗎 你看看 你香港的這個特首 不是特首夫人 這個 OK 特首丈夫可以這樣做 那你其他人這樣做 你不要動他 他真的很勇敢 大哥 他那個真的 你看看 大家都經常說 中國是China 這個等於在那些 納粹黨的儀式裡面 一群人舉著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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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拉手勢 你一群人舉著 希特拉手勢 你有一條人 就不舉希特拉手勢 通常 以往納粹德國的死亡 不舉希特拉手勢 那條人 第二天就死了 或者去了集中營 一定沒有好手上 就是 你第二天就看到一條絲在那裡 告訴你 所以有些人就說 有一次示威 舉起人神共憤十字 假如是林兆波 很像林兆波的樣子 我最初覺得 人有相似 但我現在相信 他是可能是林兆波 這個真的不奇怪 他真的很勇敢 但他應該有自己的政治看法 因為他不會 完全不唱 因為 他又不是不懂得說話語 他又不是不懂得聽 即是說 你不懂得聽 我完全拎起雙手 OK 林兆波不是的 林兆波 以我所知 這就很像一件事 就是什麼 在政治上 林鄭月娥和他老公應該是 暴合成來了很一段日子 但是這個矛盾 如果這樣浮上臉 解決不了 你想想 你中央台這個畫面 一出來的 對中國的全中國來講 共產黨不知道怎麼解釋 你為什麼突然間有個 這麼嚴重的不和諧音 你會覺得 可能如果有人不知道 就以為 中國有個黨官 突然間 好人夠僵 挑戰 習近平 因為習近平 有人叫小學雞 不單止因為他讀書程度不足 那些問題 他這樣一個人很狠 沒有自信 他沒有自信 就是他經常都懷疑自己的權力 會不會受到挑戰 所以他就要集權 集到這個地步 還有他那些 對付政敵的手段 辣度 完全是不合常 你現在這樣 我心裡 哇 這次大件事 你不笑 我看完之後 那個不是八卦新聞 那是一個很嚴重的事件 其實是 在中共政治論理 是會有 林鄭月娥會被人有話說的 林鄭月娥會隨時 因為他老公這件事落馬 是有可能的 中共這些事情 不能多說 中共這個黨人很糟糕 他有很多事情 很執著於那些自居行間 那些動作 那些猜渡 那些事情 大家要猜 你那樣的動作代表什麼 你猜的動作代表什麼 就是整個街都是音樂人 就是一街都是guessing 你喜歡guess什麼 就guess什麼 所以林兆波這一次 林鄭月娥也不懂 為什麼 因為你不能解釋 你的片 講個難聽 只有片有真相 你那個是很清楚 他就是不是理障 當然我不知道 林兆波之前的 有沒有人其實是 跟林兆波說過政治立場的事情 就是有沒有人跟他談過 其實他的真實政治立場是什麼 但是我相信就是 如果可以做出這件事 其實他內心裡 是一個很堅決反共的人 隨時 因為他這種 態度或者Gesture 不是一個 就是 你說純粹是 Azburger 就是他可能是 Azburger 就是阿斯伯格症 或者是阿士堡加 他可能是一個 阿士堡加來的 可能 有可能因為他都 有點像 柯文哲那種 我自己 但是我自己是 阿士堡加 我自己是 阿士堡加 你一個是 阿士堡加 很清楚 阿士堡加 有時會 有時不惜時務 會 但是不至於去到這個地步 他知道他作為特首的武功 他氣都要做 你怎樣都要交氣 他做到教授 他是教授 他知道那些什麼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不是 他是故意的 他知道 他知道 我不認同你這一點 我就是不認同你所謂的 歌唱祖國 後面那整套戲 我覺得你假得不堪 你這幫人 他是隨時這樣看問題的 林鄭月娥固然很尷尬 所以見到林鄭月娥很少帶 他的武功出來 有些人說他擺不上大桌子 但是我覺得其實真實理由 不是擺不上大桌子 真實理由是 這個人的政治立場 應該是很黃雅 我隨時心黃 但是他現在選擇 在一個這麼公開的場合 在北京中央電視台 第十三台直播的時候 跟你玩這些事情 如果在文革年代 應該就被批鬥了 就不知道納粹直接送去集中營 你知道納粹是最糟糕的 直接送去集中營 屍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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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訴我 你可能是 他的後營幾十年後 在一個檔案那裡 蛤?死了嗎? 原來 在某個 他通常叫達豪集中營那裡 一般達豪 如果運政治反在達豪 德國本境外 馬佛利亞境外 然後就死了 沒有命 應該一般就沒有命 沒有了命 或者我運幾年 然後就死了 也是死的 你知道希特拉的態度 甚至可能即場槍斃都可以 你知道希特拉是很忌諱的 習近平很像希特拉的 這方面 你現在就是習近平 因為這麼忌諱這些事情 林士坡這樣做 當然林士坡現在沒有人敢動他 他是特首的老公 加上他是英國國籍 他英國公民始終是 你殺了他 應該就引發很大的外交風波 而且我相信 他老公的英國公民 跟他老婆的方法不同 他老婆是BNA1990 但是他的老公 因為他老公在劍橋任教讀的 他可能是因為在英國住 在一段很長時間 而歸化進去的那些 他的英籍 你不知道他的英籍外形 兩款英籍不同的 但是那個處理不同的 居英權計劃那些 說得比較輕輕 那些人稍有差時當他是抗凍 但是這個是直接 因為你是以香港為關係而得到 但是你說 林兆波如果是因為長期英國居留得到 就是跟英國本土直接有關 大家處理手法不同的 其實 那現在我覺得林兆波這次都幾 巨挑戰性 就是我不知道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應該不會解釋 這件事 他應該不會解釋 應該就大家自己 至少可能當八卦新聞那些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個是反映到 就是 林鄭月娥會 為什麼這個人這麼變態 就是我又不明白為什麼林鄭月娥 最初當然是 林小波做好工 我又不明白 OK 因為 很好吃 就是作為一個 Essberg 我也會這樣說 是不好相處的 Essberg 是不好相處的 是很容易說錯話 不明白或者不理別人的感受 很多這些問題 那問題是 就算怎樣也好 你現在是一個政治分歧大到 現在是直接浮面 就算是西方國家來說 如果兩夫婦的政治分歧這麼明顯 大家一定會懷疑 你們兩個關係有什麼事 現在就是垂視林鄭月娥 就是長期是一個 關係 不知怎樣 就是家裡的關係很緊張的情況下 接著他就做了很多 很多很冷變態的決定 有什麼其一 接著以中共的黨外倫理 一定是不會讓他們離婚的 因為 如果讓他們離婚的話 一定會覺得 這個會構成一個惡念 這個黨 很多時候 中共有時候就是 中共入黨 這件事很差的 你去到領導人級數的時候 你兩夫婦的家裡的關係 就變成由黨組織部去看 黨要看這件事 要看你的關係 那時候 習近平自己也會出事 習近平那時候想和 他和彭毅媛搞不定 那當然是一些政治八卦消息 那和彭毅媛搞不定 那時候他想離婚的 那時候 那時候組織部說 你不要來 大佬 就是中共是會插手 黨裡面的人 那些 家裡的關係 那你隨時就是 當然中共和林鄭月娥說 你不要來 你離婚 如果是因為 林少波說了什麼 然後說 政治理由 覺得你 在爆了什麼 就麻煩 那我們怎麼辦 你死人都留住你老公 他可能是這樣的 這樣說的 因為你不會 你解釋不了林少波的行為 你是不是都會 你就算不唱 都不停拍掌 你都不會覺得這麼突然 你不是的 他招起了手 是故意的 故意的很重要 所以林翠絲就是這樣 因為林鄭月娥說 憂鬥不得分 然後就長期 在家裡可能 已經有很多政治爭拗 很多 就像他兩個兒子的政治合場 我覺得他帶走東西 應該跟媽媽 但是小兒子 不是跟媽媽 我是很懷疑的 小兒子 小兒子是代表英國 出戰術學 我不是拍的 他是代表英國聯合王國 不是代表香港 不是代表中國 這個反應就是 他的國家認同 可能 他的小兒子 國家認同 跟了他的父親 一家人這樣搞得這麼嚴重 你不要說林鄭月娥現在搞得這麼嚴重 林鄭月娥現在搞得這麼嚴重 我猜這個是大家意外 一個意外發言 一個革命的過程 但是如果你說 龍蝦 龍蝦和楊齊恩玩得這麼嚴重 如果他也沒有辦法處理梁齊恩的問題 以至龍蝦問題也沒有辦法處理不了 最後 我不相信梁振英沒有偷食 我不相信 你現在說給人聽 梁振英日日在家裡 我當梁振英一個正常人 除非他口味異於常人 對於這樣的極品 大哥 你北京那麼多 你知道 中共很喜歡用女人來控制 控制他手下的人 組織部 大哥送件給梁振英 什麼所謂 但是 有可能就是 梁振英 龍蝦那些 現在是硬食的 隨時是黨的要求硬食 因為你不知道 龍蝦是不是地下黨 龍蝦像是地下黨 都像的 那些做事作風 那些像地下黨的人 都是一樣的 現在問題就是 林鄭的老公不是地下黨 林鄭的老公不是地下黨 以前就沒事的 他做公務員就沒事的 如果林鄭月娥跟林兆波這樣 就沒事的 如果他以前的狀態 照計就沒事的 因為 公務員而已 大家 他回他的工作 林鄭月娥就算他要掃回大學 各有各組 對不對 問題來 現在就變成了一個政治炸彈 這個 之後很多官式活動 帶林鄭月娥出來 那些人說 為何不見林鄭月娥 那些人又有新的懷疑 其實 所以他懷疑 因為上次那件事被軟禁 那些問題就是 如果帶林鄭月娥出來 他又來玩A-pro 你又糟糕了 又不行 那些 都懷疑林鄭月娥 除了搞不定示威者 他還搞不定他家裡那件事 其實我會覺得 你搞不定他家裡那件事 你就下台 糟糕了 就算了 你下台了就算了 你死頂了 你現在就是 你現在就是 說明什麼 林鄭月娥 惡頂到不單止 全香港人頂不住 連他的老公也頂不住 連他的老公也頂不住 你還可以頂得住嗎 嘩 這次好玩 這次好玩 真的好玩 這次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 如果中國人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為什麼林鄭月娥這麼有性格 然後其他人 譬如有些人 遇到歌唱祖詭的情況 要演戲的時候 不想演戲的時候 那些組織問責 他就說 那林鄭月娥的老公也行 為什麼我不行 喂 你實問的 這些 這個是很有趣的 林少波這傢伙 這個簡直是黑天鵝 這個是黑天鵝事件來的 我發現 不是純粹政治笑妖 或者八卦新聞 這麼簡單 這個是 某程度上 當然 一方面 這個是反映了 林鄭月娥家裡 有很嚴重的問題 其實他 如果家裡有這麼嚴重的問題 他就不適合做特首 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 另一方面 是 這個也反映了 就是 其實 林少波 是大家 一個很不了解的一個人 其實 這個人 因為你知道 這個人看起來很奇怪 他是這一個可憐的東西 這個 又不是 他那些 專注的那個學科是數學的 他是以學科 來的 那些學科 因此 以學科 很少給人的感覺 是與政治有關的 他是特別的 他研究的那些東西 是非常隱瞞的 也很闢的 他那些 林少波他研究的那些東西 劈得爆炸 就是 那些 他那些 是涉及那些 就是我不是讀數學 我猜 真的 他不是讀数学 但他基本上是读代数托迫的 他是主公 代数托迫 那些是同调、同论群 那些是很复杂的东西 纽结理论那些 讀过理论公偶 不是说笑的 其实林兆波是教过首都师范大学的 他在中大所是副教授 他曾经在北京住 所以他一定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我的人不知道 反正中有些中国的东西 林兆波比我还熟熟 他可以在北京教书 但是现在他是这样表现 你就知道他摆明是 很不满 摆明是十分不满的 不满到一个 很严重的地步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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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件事不是很简单 我觉得 有些人 我估计是 第一 你日夜对着这些女人 究竟怎么能支持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有这件事 他当时是 他怎么看中国政治 他是懂的 他是故意 他不是不唱那首歌的 他已经是教过首都 非法大学的人 他一定知道那首歌是什么 他知道的 你教过书 总有人 你总会出席党的 那些仪式 你知道 做学术界的那些 其实和政治 很深的 在中共 究竟他是这样做的 他刚才说 在澳门 他掀了双手的时候 他说 什么 这件事很有趣 这件事 他究竟是 因为什么事 他还要是 最近 中国学术界又暗涌 你知道 复旦大学母 那些人唱校歌 就是因为 改了复旦大学的章程 没有了学术 自由和独立的部分 那林少波 是不是因为这件事 而对共产党 更有更强的抗拒 因为 对学者来说 学术自由和独立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 Campbridge 出身 他是牛剑出身的精英 如果在英国 他都是 上面的精英 不是很简单的 你Campbridge 读了 Mathematics 是Doctor 你不是读什么 你不是读其他科 他是代表 某个程度上 在英国 也是一个 长远英国化的 身史 可能 可能 一个这样的人 你怎么会觉得 中共这个没问题 这个做法 他一定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这个很有趣 林少波这件事 林郑月娥一定会用很多奇怪的方法解释 一定会迫他老公说些东西 但是 一个这样的情况 就是明知 那些人都这样做 那些人都这样做 那些人是什么事 但是我也是那一句 那真是热 你下台了 大哥 你回去搞定你和你老公的关系 你还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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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觉得全香港 真的 觉得 林正 这个混蛋 够了 大哥 好 enough is enough 你应该下台 说真的 你家里都搞不定 香港又搞到这样 你下台 现在下台 可能还要收拾了一条 是不是 你再下台 呵呵 我不知道 法国大革命是什么下场 你自己想 法国大革命是什么回事 拿本书来看 王岐山最喜欢看那一本 《旧制度与大革命》 很喜欢看的王岐山 自己想想什么就行了 今天讲到这里 今晚有直播就是讲声课